現在看回中共很脆弱 怎樣脆弱呢? 看回美中貿易戰就知道了 特朗普說明五千億一定會跟你中共玩 中共怎樣接招呢? 他接招但沒有還擊的能力 之前說他自殘 他怎樣自殘呢? 他阻攔一些美資進去中國入面投資 我經常都說這些飄移族 不是在乎你怎樣搞我 是在乎你給到什麼利益我 你給到什麼利益我我聽完你話 你給不到什麼利益我 我談都不跟你談我便走了 看回這段新聞之前報道 講回這段新聞就講 中美貿易戰升級說美國官員批評 習近平沒有意識達成共識 我形容習近平現在真的沒有意識 內外對付習近平的攻擊 什麼意識都沒有 之前介紹了兩個朋友給大家認識 一個叫阿呆 另一個叫阿方 習近平是誰呢? 阿呆加阿方不用說 這要講到明了中美貿易戰升級 美國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庫德諾 在接受美國電視台訪問時表示 根據他所知 他說習近平沒有意與美國達成協議 他說右稱現在的波在中共這一面 他說有待中國顯示誠意 緩和兩國的貿易對峙 貿易戰的對峙 就是貿易戰 看到一件事就是 美國 你看回美國 不用說民主體制 很需要這些傳媒發放消息給民間 來拿民望 民望好 他自然的選票陸續有利 特朗普現在民望上升 他的連任機會都很高 是吧 玩這個東西呢 即是玩這個政治呀 玩這個貿易呢 不用說美國一定是最有經驗的 是吧 你中共講到明 你中共自1949年以來 到現在面對最大一場的貿易戰 他沒玩過的 現在就站在那裡了 是吧 做了阿埃 做了阿埃 是吧 阿埃可能變成阿方 是吧 不停哭 是不停哭 現在看一件事 現在 中共想和歐洲聯手 之前講過聯手 想對付美國 另一方面要講 歐盟呢 就向這個進口的中國電動單車 征收返傾销税 返傾销税金额很大 到两成至八成 很阔的 回应早前指中国电动单车 在2014年至2017年9月期间 大量进口数量急增三倍 导致平均车价下跌一成 平均车价下跌一成有多少 他都一样搞你 放明欧洲是搞你中共 一样搞你中共 今次征收单车反经销税 是继中国太阳能板甚至钢铁产品 对中国采取新一轮的反经销税行动 新一轮 这头中共和美国在打 中共又说和欧洲谈如何联手 而欧洲都不用理你了 一样搞你中共 你车价下跌一成有什么影响 有一个藉口 他要搞你便搞你 所以你中共现在是多么脆弱 你讲到朋友没有朋友 你讲北边的俄罗斯靠什么 他经济实力根本不可能 不要说和美帝和欧洲都没得练 是吧 你讲现在欧洲的处境里面就是说 欧盟之前说成立之初的目的 是想抗衡美帝的嘛 现在没办法了 没得抗了 欧洲真的七国这么乱 是吧 分九必合合九必分 乱些什么呢 经济不用说了 经济都说欧洲什么都不缺 在技术呢 科技没问题 一定可以和美帝抗衡的科技 但最缺是缺水的嘛 没有水 最大问题现在很多争论 就是说 最大问题就是那个难民问题 你想想难民问题去到欧洲里面 是一个计时炸弹来的嘛 一个地方不稳定 那些难民如何冲击这些国家呢 是吧 已经有目共睹了嘛 发现出现一些又用车啊 去撞人啊 甚至找刀斩人都试过嘛 周围这样 这些是一个不稳定因素来的嘛 一个不稳定因素 你叫那些人如何投放资金 到你这些地区国家呢 是吧 你没有一个叫做稳定因素 给这些飘移族嘛 留住这些飘移族 那些人一定走的啦 是吧 现在看到现在 就是中共里面的处境 是多么脆弱 再看回一件事啦 这个潑墨 这个女士呢 就全送到这个精神病院了嘛 首先说回这个潑墨事件之后 这个一潑 我形容是世纪一潑 怎样世纪一潑呢 就是在中共里面呢 令到他的造神运动呢 即刻停止啦 造神运动一潑呢 那这样很多 你想想 习近平 他自从上位 做帝王之后 他对他的正敌 他对他的正敌 怎样对付正敌啊 不是运他入监 就给他一条罪名 给他一条罪名 给他一条罪名 他当然运他入监 运他入监 喂 现在等一个机会 是吧 等一个机会 这个潑墨女孩 做出这个女士 做出连锁反应 不是一单那么简单 很多单 又搏马 又搏屎 又搏尿 又扔石 又把习近平的样子贴在地上 被人踩 是吧 看回这里他说 这位女孩子叫董耀琴 自从搏墨之后呢 他说他说中共在他施加的老控 就是老控 就是老控迫害嘛 什么叫老控迫害呢 大家意见分歧啦 他的老爸就说了 就是他老爸 就是董耀琴的老爸说了 这个董建彪则认为 这个老控是指 是中共这个洗脑 洗脑教育 这个洗脑教育 其实现在你中共 是多么脆弱 是吧 一个搏墨 搏一搏你而已 已经令到你那个 令到你里面的党里面 令到你习帝 吸气可危 摇摇摇摇摇摇 摇摇欲坠 就是看到他的实际很强大 表面看起来好像很强大 其实脆弱 脆弱到不堪音 就是一推就倒了 脆弱程度 是吧 你想想习帝上台之后 就是习近平 清帝 清帝前后 已经不断封杀 中国里面的媒 那个传媒的了 不让你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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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脆弱的 对不对 对不对 等于我在这个我自己的频道 说到中共也有人听 为什么 对不对 因为中共里面太多问题 你越是不让人讲 我一讲就越是多人听 越是有很多网友赞同我说的东西 对不对 你看我里面这个频道的数据就知道 对不对 对不对 你看到现在中共里面的环境 不断啦 發酵啦 他之前的金融问题 严重啦 又不让人讲的 两样东西不让人讲的嘛 一个就是 中国里面的民间的情况嘛 怎样对共产党不满那些人呢 情况呢 就不让人讲的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说 金融问题都不让人提的 因为金融问题 一个政 一个政党 一个政党 这个中国共产党 他没钱 他就玩完的嘛 他讲那么多样 就是说那么久都好 你中国共产党 又什么特色都好 来来特色两个字 就是等于银子 你没有银子 怎么玩呢 是吧 那你商家佬讲得明白的 飘而族 二十几个字而已 市场 加银子 你有市场 让我赚到钱的 我就听你说咯 是吧 喂 如果不是我不听你说的 对不对 就是这么简单 是吧 你看到现在这件新闻 看到 啊 欧盟的彩你都傻 一样 一样咒你中共 是吧 这段新闻老实说 这些新闻 就是 现在中共和欧盟 就是欧盟征收中共的关税 征收这个反经销税 在中国里面 又是禁文来的 就是禁的 不让人讲的 对不对 他现在说得明白 就是现在放风 整天在里面放风出来 我现在中国里面 就是说和欧盟一起结围一个阵势 去对付美帝这样的 对不对 其实当然不是啦 对不对 欧盟怎么会站在你中共那方面呢 对不对 就算站在你中共那方面 看你有没有钱钱给他而已 对不对 再看一样东西就是中共的心电图 人民币 人民币 曾经跌到6.83 6.83 那中共 常常都放风出去了 你打贸易战 我就将人民币贬值 是吧 是吧 他很好 好好的嘛 说完 就立刻不算数了 又是救市了 是吧 大手沽美元买回人民币 你看这些心电图这些图案就知道了 是吧 这里最低到6.82这里了 跟着又是大手沽 这里一路去 大手干预 干预人民币 是吧 就是看到现在中共里面很乱 一班人又说 喂 我不是有得人民币跌咯 对冲 对冲回这个贸易关税 带来的影响 那另一方面就够了 是吧 另一方面就够了 你不知道去玩哪一套 就是 一片混乱 一片混乱里面 是吧 就是看到里面 现在中共的环境就是说 什么了 就是习近平 你看到习近平的势 都危险地了 就是你现在看回 危险地之余 就是中共其实的环境 都是应该不长的了 看到是吧 看到一件事 中共你想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 在这个大地里面 入了这个大地 到现在的现状呢 其实很多中国人民呢 都是不满中共的 所作所为的 是吧 就是这些一句说话 讲到明的嘛 水能在舟 亦能复舟 就是中共 它不理人民的反应 最终就是复亡了 个人意见 独立思考 讲完